订阅录制作人,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谢谢主持人给我的利美支持, 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写在这里, 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主要从三星堆这个遗址和这个城来谈新的发现和认识 我这里主要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三星堆的相关背景知识 第二个是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发现 第三个是三星堆研究的成果 由于是第一次在这里讲 三星堆它是四川的一个中心遗址 它是成都平原的中心 同时也是四川盆地的一个中心 所以说我们得对这一个地区 这一个时期的背景做一点交代 发现好多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一下带过 只有两个小时 主要讲最后的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讲三星堆的相关背景知识 第一个是地理环境方面的背景 四川盆地是一个很独特的盆地 它的枫栗性很好 周围都是群山环绕 只有一条江河切开了四川盆地的边缘 这就是长江 然后在切开的地方形成了壮丽的山峡 另外还有一条河 没有切开四川盆地 但是把四川盆地的内缘 给大部分切开了 这就是嘉宁江 所以胡往今来的人们都是沿着这两条江河 出入于四川盆地 长江三峡这个通道 虽然说还是比较方便 它把整个盆边都给切穿了 但是长江从四川通道的长江中下游 不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都城所在地 所以胡往今来的人们还是主要通过四川东北过 就是现在的宝城铁路 更早的川散公路 那么古代的川散古道 来往于四川盆地之内和之外 那么嘉宁江虽说没有切开四川盆地 但是它切开了八山 切开了秦岭的内缘 另外在秦岭的北坡还有一条河 是黄河流域的支流 渭河的支流 那就是青江河正好和嘉宁五相对 之间只差十来公里 那就切穿了 所以这个分水岭就成为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 也是四川和陕西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爱 大山关 黑马秋风大山关 那么由于四川盆地周围都是群山环岛 所有的水都流到盆地里面 都流到盆地的南面 最后归入到长江 四条大江 那么这几条江 按照古人的教法 靠近中原叫内江 离中原远一点叫中江 再远一点叫外江 所以内江就是嘉宁江 中江就是陀江 外江就是明江 明江在明代以前 远续下课认识他 之前都当过长江的阵流 所以长江是围绕了四川盆地 两边 西边和南边 接拉了四川所有的江河水 然后从回门夺门而出 滚滚东下 由于这样一个环境啊 蜀道自然难比上青天 那么往西面而走 那是青藏高原 世界无极 明清的人走了 古蜀道就说 哎 蜀道还比较好走 但是到西藏的道路 就太难走了 那是世界最难走的路 所以这么一个环境 就使得四川盆地 相对的奉扁 天下已乱 天下未乱 但蜀仙乱天下已自属为智 这是古代的一个基本情况 由于它比较封闭 所以在中央政权的势力 进入到四川盆地以前 它是一个独立的 古代的文化的一个文化体力 从新十一时代开始 一直到秦密巴蜀 四川纳入到中原的版图 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 秦汉提的时候 四川的这个文化传统还没有断 所以很多人他就知道四川 很多知识分子 他就知道四川口袋的情况 所以四川的文献 在中国来说 它是比较多的 我们说中国的地方字 保存最早的地方字是什么 就是四川的地方字 华阳国字 东晋常去的华阳国字 被称之为方字之主 那么汉晋时候的知识分子 他还知道四川的过去 所以四川他就当时除了华阳国字 保存下来以外 移时的还有古书 这个说阳雄的 当然在这传说了 阳雄的《书王本记》 《书论的代名诞》 还有乔州的这样的一些著作 都是寄属国的历史 所以四川的文献保存状况 仅次于中原 并且有些情况 可以和东南无域地区相比 美北中国有三个地区 把先秦的文献是保留下来了 就是传说保留下来 其他地方都没保留下来 像湖南湖北江西 他只有一些地质 京江三十九种地质 没有保留下那个传说 因为他比较早的文化就中断了 就是在汉族的这些知识分子 进入这个地方之前 他的文化传统就中断了 湖南大概在西周中断 江西大概在桑州之际中断 四川它一直延续到秦立八蜀 到汉武帝的时候才逐渐到中原文化之中 所以它的传统保留下来 所以大家都很重视它 很多科研单位高校都在这个地方做工作 像美国的哈佛大学 洛杉矶加州大学 日本的草稻田这些都在这个地方做工作 才九州大学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文明发展的很好的样本 有它的相同的文化性 这是四川周围的群山 这些山都有新四季时代的遗址 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 现在叫做天府之国 那是公元前2500年以后 人们才逐渐进入到成都平原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才有天府之国的这样的美丽 以前成都平原不适合人类人 长林蜂巢 水稻洞 河流众 所以说人们一般都住在周围的高处 所以新四季时代的遗址都在这边高处 这是四川丹巴大祖河边道的山上 现在有很多的碉楼和加荣藏水 同时就有新四季时代遗址 第一是成都平原都要长 那么 这个呢 就是四川北部的建门关 在这外面也有新四季时代 比较早的新四季时代遗址 这边是金沙江 就是进入了金沙江河谷 就比较暖 一上云南高原就比较暖 那里行与多次描写 很多的描写 当时的感受 这一张就是东边的奎门 长江三峡 中间是成都平原 而我们要讲的三星堆 就在这个成都平原中间 那么这是地理环境 第二个介绍家历史传说 四川简称鼠 巴鼠巴鼠 巴是川东 鼠是川西 巴比较弱 一般一鼠和巴 单称四川就叫做鼠 那么这个鼠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名称 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秦密巴鼠之前 秦密巴鼠 那么这以前 实际上四川经历了好几个时代 但是他们都叫做鼠 各数百年都用鼠作为他们的称号 所以它既是一个古族的称号 又是一个古族的称号 由于有好几个时代都用鼠这个称号 所以以后 在四川格局的那些称王的那些国家 他还喜欢叫鼠 像我们都是鼠汉 前鼠后鼠 这些都是叫做鼠 那么四川尽管有文献传销 但是文献 它保留的不多 经过了汉境知识分成的改造 它把很多神话 这绝对不合理 它给你改的合理了 一改 就把好多古代的历史给抹杀掉 所以有很多关于四川历史的情况 我们实际上都还得靠考古代 光靠文献 我们文献留给些不可文的就是这么一点知识 第一个 古书国先后禁闭了蝉虫 伯冠鱼虎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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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五个时代 每个时代各数百年 最后的开明王朝 在秦桧王后元16年 公元前316年 被秦国所毙 这个是比较可靠的 再往前 就有传说了 最早的传说 蝉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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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人的来源 最早就来自于明江上游 所以它最终在明江上游的石头房子里 我们在丹巴在四川的西部 就是中国最伟的村庄那个地方 丹巴假居是国家地理屏 那是中国得盆第一的最伟的村 那里就有很多碉楼 丹巴有一个乡就是中路 中路那儿发现了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石头房子 那就是石碉楼 好几层 就是四五米建方 用石头楼起来 最高的地方还保留了好几米 四五米高 但是当时靠谱报告显得很差 不画图子嘛 就是图红的 只在太空壁上把那个标出来了 我们知道它是 就是没把这个建筑的图画出来 那么这还是有点根据 说它在明江上游住在石头房子里 还有点像 第三个 浦碑王朝摸起了洪水 在浦碑王朝就是倒数第二个王朝 最后发了一次大洪水 那么 蜀王杜宇 它有一个成像 是来自于楚帝 是今有一人兵别岭 说今 今 他会自水 结果呢 他自水的时候 书王杜宇和他的夫人好上了 这个德行不好嘛 就把位子残让给了 毕临 这个也是个神话传说 里面还有很 有些文献里面还说 这个毕临是人死了 随着江水上溯到零三下 书写的更是神话 但他有一点说 这个时期就是 开明王朝的 开始和 杜宇王朝的结束的时候 相当于春秋中期 那么我们推 十二代蜀王 都推待春秋中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考古发现 恰巧是楚龙化 大量的进入四川的这个时期 最远的我们发现 楚国的这些文化因素 包括童戚 童戚 童戚这些 我们是在 明江上游的冒险 那是 末河一号 词冠牧 发现了好些楚戚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四川境内 普遍发现 楚国风格的童戚 和巴蜀团结并存 这个好像又有点影子 第四个 开明王朝 有十二代三百五十年 比较著名的国王 有五个名字 包括一下 第一个 就是 崇顶 别林 第二个 第二个 是奴帝 他的名字叫什么 不知道 第三个 是保子 第五个 武士开明 叫做 撒 开明撒 这几个国王 都有他们的封公伟绩 从地嘛 推翻了 禅 取代了 杜宇王朝 那么奴帝呢 是公秦国 公秦至雍 雍是哪 雍就是现在的凤枪 秦国的首都 雍 老子弟 是往南打 就是 公秦一 到秦一江 大口河滋留 雍长辽伯 成了辽伯之长 从那些少数民族的手里 开明撒的事迹呢 是迁都成都 把都成从 其宜迁到成都 他们都有他们的事迹 所以被保留下来 他们的名字 第五个 文献里记载 古书国曾经参加 周五王毅商的 木野之战 东周时期 蜀国曾多次与秦楚八华生冲突 最后的冲突 是蜀和八 就是之间 蜀很强 八底打不住 就向秦国求救 秦国呢 就与旧八的名义 先灭了蜀 顺便回八 八灭了 这就是 就是一些基本的事实 当然还有一个 我们根据文献知道 古书国的都城曾经 几次迁徙 曾经建都的地点 有屠萨 有席 有成都 成都作为都城 开始于开明王朝的第五国王 或是开明上世纪 就这么多史 越早 越不清楚 神话的成本越重 所以 要了解古书国的历史 主要还要靠考古的发现 第三个 我们就是例取一下重要的发现 我们过一下 简单的 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1934年 广汉县三星堆遗址被发现 并且发掘 并且发掘 关于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最早的工作 以及搜索的文化情话 以前 香港中文大学的老校长 郑德坤 还在四川文化史 专门做过叙述 那么 我们看殷区 是1928年 三星堆 没有 不管多少 1930年 都挖到最重要的地方 中国考古 一开始走历史之路 就是因为挖到都城 挖到历史信息最多的地方 回走人类是最重要的 四川也很重要 一开始就挖到工程了 但是 殷区是不断地在做工作 除了抗战战期间停止了 一段时间以后 一直被中了 三星堆呢 那一次工作以后 就停了好多年 后来又太进行的工作 所以三星堆的认识 中原的商 中 漏完 1954年 在八县东水坝和广原 修宝神铁路和修陈鱼铁路 这时候 各发现了一个目的 就发现这些 怎么实则是装了船里边的呢 那个船是独木官的 就发现了一种船官杖 就哦 四川人和中原的人还不一样呢 人家这个来藏习数都不一样 要用独木 走 把它们摆起来 那个时候四川 遍地都是南木 现在我们说南木是个稀奇东西 那个时候不稀奇 官木都是南木套的 南木就喜欢那种比较阴 比如这个比较肥沃的那种 沟里边的 或者是平底 我们看那个 很多南木都是一两米的资金 看两根南木 各取三分之二 一个做盖子 一个做棺山 然后掏空 跌起来成个八字形 我们发现了这个 但是当时认识是错的 首先发现了 是在重庆附近的八县 那陈玉铁有先修 当时的脑袋里就是 这是八人的墓葬 怎么后来又在蜀国的境内 又发现这个墓 当时就猜想 可能是秦国的人 利用八股的武装力量 来镇压蜀国 后来怎么老在蜀地发现 船馆上 在八地就不发现 后来就改了 说成了 属然属八了 但包过来了 另外就是1957年1958年 发现了兴都属于观音椅子 这个椅子实在又有椅子 又有墓葬很重要 当时没有认识到 正好被山津队玩 紧接着山津队 就相当于金沙 但椅子没有金沙那么大 结果大家又没有允许重视 1959年和1980年 在彭县竹瓦街 发现了两个青铜鸡轿 装到一个大瓶里面 装得有垒 而且垒还成立 最完整的一套是五个 中间一个最大的 两个 两个对侧 再两个 再小一点对侧 装满了兵器 这些铜垒 还有里面装的铜尊 它上面有中原的那些敏纹 就像那些灰号 这些灰号呢 就说明它跟中原的商周 有一起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 发现里面有人认证它 说周人确实利用了蜀人参与 利用了蜀人来灭商 因为在上书末世里面 周武王带着他的军队 和他的随从族群 在印度墓影进行实施的时候 他举了八个俄家的名字 第二个就是蜀 第一个是雍国 雍国 在湖北靠近陕西 雍俗枪矛 唯一固盆颇 博士把骨 正好发现的新铜器 四川就发现了 山坡周初的铜铜器 有些可能是商人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口部发现和历史的一种关联 1980年,在新都的馬家鄉,有一個九連頓,九連頓有兩個,龍堆還有一個九連頓大漠,是蟲墨 這個呢,這裡可能以前有好幾個範圈,後來都被填平了,就發現了這麼一個大漠,這個大漠被盜著一桿而已 都很失望的時候,把底下的鵝蓋板,鵝底板,給拖回博物館的時候,看見底下一個腰坑,一個木頭,一個方法,腰坑裡面全裝在童氣,而且保存得非常地好 出土的時候,所有的狼氣,真是保留了青銅氣的本來面,不是像我們現在看見的那個袖漆斑斑的那種綠顏色,金黃色 就像黃金器物,但沒有黃金器物那麼耀眼,燒酒一董就逐漸地變黑,出土的時候都還是金黃色,現在大家一看到,還有一部分是金黃色 而且那些上面那個箭上面的猴,那個湖的那個蹄梁的繩子,鍾繩都還保留了,非常保留了,還長期侵迫在水裡 跟古代的有機制文物最怕的就是一塊兒有水,一塊兒沒水,要么就徹徹底底在水裡邊,它缺氧的一種狀態就比較好 所以這個大墓的發現,最重要的就是認識了八屬的一個關係,這是一個高等級貴族的墓 有人說他屬王墨山沒有那麼高的等級,也有人說他是司馬這個等級,但都是猜測的 但是他是一個比較高等級,很高等級的一個貴族 他裡面的契務好多都是兩套,五比八屬是劍,五比楚是劍 什麼有幾件八屬時代有幾件的楚是,這麼一套一套 就說明這個是楚對蜀國的影響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中年講的80年到86年 三星堆遺址的再發掘,尤其是86年發現了兩個氣候坑 大家一旦叫做祭祀坑,那麼引起了考古街和公眾的極大興趣 再往後就是1995年到2000年,在成都平原連續發現八座 新時期時代寶根村文化的古城,三十歲發現以後 很多人做研究,也要認認真研究的是一小部分 抽熱鬧的非常多,學術界裡有一大部分,有大隊人抽熱鬧 從來不看考古報告,根據發掘者兩篇文章寫到的無數的文章 然後還有一些人,完全是社會根本沒有學術基礎的人也寫 而且我經常收到他們的書,要麼自己印刷出版 而且說,孫董事長說得不對,我給你提個建議 所以說,有很多的人參與到猜測之作 但是其中有一個猜測就是三星堆的來源 用不著猜測,沒幾年就發現了,成都平原連續發現了八座新時期時代寶根村文化的古城 這些城都是三星堆一起的,而這些城的人更早又是從明江上游下來的 吃小米,也吃水稻 就是說,有一部分人肯定從西北過來 但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又不知道猜什麼 所以說,有人甚至來了宇宙天外來客了 還有有人才是西亞的猶太人 遷到了四川,然後又遷到了中原,成了夏上州 2000年,在成都舊城的西北,也就是如果大家到成都去旅遊 成都有一個寬宅巷子,寬宅巷子是城都比較晚的 就是清代的滿城,滿城的兩條濱丁胡同 寬巷子、宰巷子、簡巷子,你先有好幾十條胡同 還有中間的一個叫宗州線街,還有一個將軍衙門 就在那個衙門後面,就現在的省委,四川省委的食堂那兒 修食堂,發現了一個墨,這個墨的才是四川的 發現了規模最大的墨的,當然省委食堂也修不成了 這個地方要保護了,弄的這個省委書記還不高興 但是呢,這個很重要的墨,要保護 那麼這個是最大的墨,五十多米長這個墨坑 然後在周圍鑽探,周圍都是省委的宿舍 在宿舍之間鑽探,下面都有墨坑 說明周圍還有好多個這樣的坑 所以這一片都不能修高層建議 2002年以來,在成都西郊,那個時候還說荒曳 發現了金沙遺址 金沙遺址的發現,最重要的 前面發現了那麼多城市,三星堆在哪邊 發現了金沙遺址,三星堆就去一下,就解決了 三星堆這個文明也不是說廣東無風無影 還在呢,就在成都附近,就牽到這附近來了 就是發現了這麼多,實際上95年就發現了 95年做房地產開發的時候,那個地方就發現了宮殿去建 當時不再認識了,南方的這個宮殿也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租動,還有這個溝槽,組成的院落 當時發掘了一半,沒認識到它就是宮殿建議 發掘完了以後,交給開發商現在修成的山河花園 說現在金沙遺址只是祭祀區保存完整 宮殿區已經壓在了一個現在的住宅區下面 現在保留了幾塊,都是接行花園的這個地方 後來還想修房子就沒讓人修了,就做成接行花園了 但是跟三星堆比起來,金沙是不完整的 只保留了一部分宮殿區 那麼這四個學術收穫 通過這些考古發掘,第一個我們知道了 四川彭帝文,尤其是成都平原 古代文化發展的序列,這個建立起來 最早是寶敦川文化,衍生寶敦文化 不早於公元前兩千六年,大概到公元前兩千年 然後有一個惡國渡文化,我把它叫做漁浮沙文化 有的人把它歸到寶敦文化最晚一期 但是也承認這一期發生了大變化 有的人把它歸到三星堆文化裡面去 但是主要的是把它歸到寶敦文化 可以說是個過渡文化 第三個就是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不早於公元前一千八百年 現在,這個年代可能還得我和我推一點 推一兩百,一百多年 為啥呢? 我們夏成洲斷代工程中原的整個年代 往後拉了 我們以前,我們說夏成洲斷代工程 我想寫個書評,要寫個評論 我一直沒寫成,因為它永遠那個報告不出版 我就不好寫,只有一個簡本 但是夏成洲斷代工程它設計的那些目標沒有實現 但是夏成洲斷代工程的最大的貢獻 比它原先的貢獻要大得多 然後重新,通過一大批碳實實修律 精確的策略,重新設定了三年前的 一直到養燒晚期,到三年前 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修律 把好多文化都往下拉了 一拉好多問題就解決了 我們以前覺得這個也有空缺點 那個也有空缺點,被空缺點 文化都連著的 只是我們過去把年代給弄錯了 最早是把山東龍山文化大門口給弄錯了 中原也給弄錯了,二里桃也給弄錯了 往後一拉 我們以前認為陝西還有個大缺口 先週文化和陝西龍山文化之間 現在一往後拉,沒拉 所以說夏成洲斷代工程有真正的意義 在場重新建立的中國 就是商代以前考古學的年代 再往後是十二小的文化 也就是金沙這個遺址的文化 金沙是它的電信遺址 它的年代相當於商代晚期 一直到西周中期 再往後又有一個過渡文化 這個過渡文化有的人把它歸成十二條文化的晚期 成都考古所的先生們早上歸成十二條晚期 我把它作為一個過渡文化 它不管怎麼樣 就是它具有層上去下來的一個新種 再往以後 如果以地名來命名最早發現的就是青陽宮文化 但是偏晚沒改那個材料 或者叫做晚期八祖 都是它 從公元前五百年就是春秋晚期 一直到公元後 漢武帝的時候才逐漸地入到漢武帝 都很典型 如果這個過渡文化不算也有三種文化 分作三把七 這是第一個認識 第二個 我們對文化背景也不是初步的認識 首先我們對四層盆底青銅文化的起源 進行發展進程裡和認識 我們知道我們不光是在成都平原做工作 在成都平原做工作的同時 正好是三峽水庫 全國的考古工作者都掉到那去 基本上挖了個墊 我們就知道最早的文化是在明貴高原 旧石區的文化 在靠近四川盆底邊邊上 四川裡面都是晚的 旧石區的山的文化晚期 在三峽地區就比較多見了 但是在盆底中間都還沒有 那麼 新西區文化也是常見流媚地面找的 這邊要晚 那麼 盆底裡面是北面的 甘肅清海地區的 西北南下的新西區文化 和從長江中游 西北上的新西區文化共融作用 形成了四川的新西區文化 越多中心越晚 越多西邊越多 另外我們知道 四川青春文化的傳統的特徵是什麼 這個傳統就是沒有中斷 團團九寇 好多東西產生很早 沿用很晚 好比 三星堆文化喜歡用那個小平底氣 四川的東西都放不太晚 就是要不是監底氣 要不就是小平底氣 還有傳統 這些東西 有些東西還從外面學來的 好比從二里頭文化裡面 學了那些山豬鶴啊 那些東西 但是呢 二里頭沒有了 他一直用 用到西州還有 他那套小肩底氣 從上代軟氣用 一直用到戰果還有 他的很多東西都很保守 尤其青銅氣 他從商周那裡學到西州 西州中期 他跟商周代沒聯繫 可能搞壞的關係 他就頑強地沿用西州早期 那種風格一直也用到戰果 我們看戰果時候 他的兵器 那些毛都是很古老的形式 劍也是很古老的形式 那個青銅類 如果有個不熟悉的一看 這不是西州的嗎 戰果 所以 他的傳統沒有中斷 環環環緊扣 上一個文化 就有下一個文化的新因素 下一個文化 長期保留上一個文化的舊文素 所以有些 我們在分期的時候 有些時候不太好斷 有的是這樣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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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左的蓄力大家都沒有差異 就是在哪分界 有些差異 另外呢 我們對四川盆地周邊 在同時的文化情況 也有所了解 光了解成都平原 光了解四川盆地不行 你知道了周圍的這些文化 以後 形成了若干個文化蓄力 然後你才知道哪些因素 從哪兒出現 誰找誰晚 誰影響到誰 正好呢 我們這些年 一個是在明江上游做了大量工作 一個是在雲桂高原做了大量 三下地區的工作更不消說 全國的考古力量都掉過去了 我也在那邊工作了十幾年 我八一年的第一次工作 九四年的規劃 九七年年 一直到二零三年 是幾十年年都在那 那麼我們就基本上 我們就要情緒做幾個表演 四川盆地北面的漢總統 西北大學和陝西人考古所在那邊做工作 結果我們知道 那個地方有一個廣山文化 西州的時候情況不清除 好像跟州和蜀都搞壞了關係 被州人滅了大概是 那麼多青銅器 上代青銅器 以後就沒了 一直到戰國時候 又才進行西州 我們對周圍的情況 也都理而了解 我們對周圍的文化 到最後的晚七八十年 可能都是五十多人 他們環環緊扣 有很多傳說和文獻相關的一些因素 當然這個還要討論 尤其是把考古代的歷史和傳說結合的時候 不敢輕易地就認定 只能做了一種觀念 就跟我們說下代一樣 到現在我們還要討論 沒有名字 也說不死 第五 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階段 與古俗王國的朝代對應關係 也得到了部分印證 不是絕對的對應 就是說我們傳說中有幾個時代 除去那個蟬蟲是在明江上游 那麼它那四個時代 恰巧就有四個文化 發展階段在那裡 那麼他們可能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最後一個晚七八十文化 和開明是差不多 但是呢 開始的時間 我們現在能辨識的時間要晚一些 第六個 有關古俗王國的國家政績 統治疆域 族群構成 宗教思想 宇宙觀念的 已經有了很多新認識 在考古材料裡面 在考古材料裡面 最直接的就是文字材料 包括甲骨文 經文 它給我們很多歷史 很直接的信息 其次 就是住那些像 那個像我們一看都知道 穿什麼衣服啊 一群像我們知道它在幹什麼 活動啊 知道它是什麼 有什麼不同的族群構成啊 所以我們 從藝術的角度 給我們歷史信息的 最豐富的是 實在三文化 第二 其次 就是 三星堆 它比那個中原那些 談談冠 傳遞我們的信息多 如果談談冠 裡面沒有文字 你說我們能知道多少 如果我們挖漢長安城 沒有個漢書 在那兒 我們能知道多少 所以說 傳遞給我們的信息 是很豐富的 另外 很幸運的是 古俗國四個文化 大概四個階段 應該有 我們估計它有四個都城 除了有一個都城 我們沒找到 三個都找到了 三星堆一個都城 尤其是屈善 金沙是什麼名字 不清楚 後面可能有個疲疑 沒找到 最後是成都 成都是個古老的名城 我是四川人 老家的人好像 成都的人好像比較驕傲 就出他們的城市宣傳 說兩千多年 成子未變 成名未改 的大城市 去時戰國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成都 這樣的 山海經裡面就有成都 而且我們的青銅器 在簡 在七七上 都看見有成都的這個字 他說 林城市比較早 找一找不到 開明市前成都 都讀過公元前五百年嘛 所以我們這些都城 都做了考古工作 對他們有了很多的了解 前面是一個背景知識介紹 所以我們簡單說一下發現 發現我已經輸入了 這裏只說三星堆的發現 第一個三星堆的考古工作 三星堆 大家都知道 是以廣漢的三星堆遺址 作為典型遺址的考古工作 它也是四川最早的青銅工 發現最早的工工 最早的發現是華西大學 就是國務館的館長 葛維漢教授 這是葛維漢 那麼三星堆遺址呢 位於現在的廣漢 的西面會有 這裡面有一條河 現在叫鴨子河 古代叫燕江 鴨子 大概就是鴨子之類的 現在裡面還有很多鴨子 不是家鴨子 來 在河裡 另外有一條河 叫馬布河 從遺址裡面穿過 這兩個河在廣漢的下面 匯在一起 一起匯合成為陀江 也就是我們說的中江 它是由三條江水匯合成的 這邊就是龍泉山 葛維漢 葛維漢 發現了三星堆遺址 很長一段時間 三星堆沒做好工作 但是四川省 國務館的老管長 馮漢濟教授 也是四川大學的教授 他很早就認識到 三星堆遺址的重要性 所以在五十年代 他們做過調查 六十年代 上世紀六十年代 四川大學的學生實習 就是在三星堆遺址 那個時候 三星堆 它由於中間有條河 馬木河 它把遺址分成兩個部分 南面是三星堆 它當時還不知道 所有的工作都在北邊 北邊那個時候 不叫三星堆 叫做月亮灣 南面是星堆 本來是月亮 所以就分成了兩個遺址 當時做保護單位 也是兩個遺址 南面的叫橫梁子遺址 北面的叫月亮灣遺址 但是 他們四川大學在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這裡的文化都已經很好 就是 裡面有很多銳器的殘片 那些狹窄 所以 據後來 他對學生們回憶 當時 馮先生就說 這個遺址很大規模 很重要 很可能是五叔國的都城遺址 就是 馮先生 當時 就這個推斷 那麼三星堆引起重視 是文化革命以後 文化革命以後 四川考古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發授三星堆 1980年到1986年 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 在三星堆移植的南部 就是三星堆地裡 人家就去鑽 有個鑽瓦場 不斷地發現東西 就趕快就在那進行發授 連續進行了六次大工作發展 三星堆、三星堆就是過去有三個堆子 在正好成都平原上堆子少、鑽瓦場 很火的統治員 趕快取土 所以取成三個堆子 取得還剩半個堆子 還剩半個堆 就是後來才把鑽瓦場牽著 把它牽到城外面的 就是 那個西城牆外面 結果那個時候對我們墨地 挖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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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這麼多那什麼 又叫哈挺地挺財 又牽 後來他就沒錢了 就挖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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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麼中間這麼多次發掘 六次發掘 基本上為認識三星堆遺址 三星堆文化 墊入了基礎 有一種說法 我經常聽人在外面聽說 四川考古學一家認識不到三星堆的重要性 後來我們那個大腕 也是我們的老師 蘇秉七先生 到了四川以後 大家才認識到他的重要性 這是 這是胡說的 怎麼沒認識他的重要性呢 當時八零年 那麼困難的時候 四川考古所 就在進行大規模的發掘 就請了飛機來拍照 那個時候可沒有小的無人機很方便 讓他請空軍 先拍一架轟炸機來拍照 拍個照片大家都看不懂 後來又拍了直升飛機 軍用飛機拍的照 它是連續性的 重疊的 看不懂 後來就用自己在攝影師 然後趴在直升飛機上照的照 這些都是當時照的照片 就是當時很重視 也有人說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淘氣 就是古書國的 蘇先生在那摸一摸就是這 摸一摸怎麼摸得出來 這都是神話 就是人的眼睛總比手看得準確 蘇先生對我們的考古做了很多貢獻 那是對我們的神話 就是對中國的考古遊戲 考古教學 都有一個很好的布局 他是我的老師的老師 我的老師周恆先生 的老師是國寶遵先生 但實際國寶遵先生 沒怎麼帶的 周先生主要是蘇敏祺先生帶的 就是蘇先生也是算祖師爺了 但是你不能神話 就是蘇先生給四川提了很好的建議 但是四川的考古 早就認識他的重要性 而且第一年就把它分成了三七 就是和古書國有關 尤其是除了新時期的早一點以外 以後都有和古書國有關 當然都認識到這一點 那麼我們現在的一個基本認識 就是三星堆可以分成三七 或者分成四七 就是把第二七再分一七 那三星堆的幾個氣物坑 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二三七之間 三星堆的古城 就在中間這一塊 這個時間段 在這個時候修 在這個時候開始毀避 三星堆的兩個坑 也在這個時候毀避的時候 來下來的 三星堆這兩個坑 是最引起他們關注的 兩個坑大小差不多 但是二號坑的東西要多得多 這裡面有一個情況 不止一個研究者 是除兩邊的東西 時間差不多的 只是一號坑 木頭的東西 很多都是木頭的被燒了 或者是在土裡面被降緊了 所以它的銅的東西 就顯得少一些 二號坑的路頭的東西 少一些 銅的東西多一些 這個銅的東西不容易爛 所以都保存在這個 顯得二號坑 東西要多深 兩個坑 大小白長的體幹都差不多 但是一號坑裡面 有好幾幾方米的木頭渣子 古人 我們看現在的 北美印第安 它的木雕 那是很壯觀的 三星堆時間 有很多壯觀的木雕 只是壞了 後來金沙在修這個 寶福大鵬的時候 在一個住宅下面 挖了一個人 有一米多層的木雕 就是標得像圖騰柱一樣 當時這樣的東西 很多人 三星堆移植的最新的工作 是2010年以後 四川上考古研究院的 考古學家 被移植做了全面的看待 就知道移植 它的範圍是超過了 它的城牆的範圍 而且是新時期時代 就第一期的 尤其是重心在偏西 這個位置 並且還知道 在城的西北部 和東北部 各有一個小城 西北部這個小城 早就知道 東北部這個小城 是新發現的 那麼 有的把它命名為 西北部的把它命名為 越連灣小城 東北部的命名為 倉包包小城 在西北小城中間 有一個大的土台子 這是一個人工 堆組的土台子 土台子是由一層一層的 廢棄的建築 重新建了以後 形成的 所以在最表面 出發了一個大建築 這個 這個土台子 在這個位置 這是山羽堆的 城橋的位置 文化堆積的範圍 它比它大 尤其在靠近西邊 這就是長包包小城 這就是越南灣小城 中間的這個 就是馬木河 馬木河 河處搖擺 中間的很多的花城 都沖毀 山羽堆移植的重要的遺存 一個是城牆 城牆 它採用的 山羽堆人很多 來自西北 但是也有來自於東南方向 來自於長江中 有的人 它組成的方法 跟西北跟中原是不一樣的 它是堆住 鞋子堆 東西很寬 可能上面以前 是不是有木杂籃類的東西 現在不清楚 因為它已經 比原先的高度 都漸了很多了 因為在寶貝 現在上面 修房子 種田嘛 成都平原還是比較潮濕 修到這個塵牆上 四五十米寬 做一個宅基地 還挺好 住在那裡 站來看著平原 還不受洪水的威脅 但是 我就不知道那是塵 尤其是那些新時期的古塵 基本上都是一圈闖空之吼 後來認識到這是塵的時候 一早就走到了八座 以前走到過夜都知道它是新時期的塵 還有一個是人家戶 住人的 這些塵條外面還有寬大的不同河 北面是自然的河 其他三面都有護塵河 往它圍起來 這是塵牆的拋面 和現在保留的地根的塵牆 除了外塵牆以外 在三星堆中間還有一道內塵牆 把塵分為東西兩部分 這個內塵牆外面 我們在衛星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衛星照片 航空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外面有一個潛灰色的一個條帶 那就是護塵牆 內塵牆外面也有一條護塵 這個內塵牆的護塵盒是這樣的 護塵 這個小城住的比較穩 是在三星堆文化的天晚階段 才住的這個小城 以前只有這樣一個小城 但是這麼一個隔墻可能早就有了 至於北面三星堆 那個移植北面的這道城牆 看 現在 四川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學家們認為 他們已經把它找到了 我還不太喜歡這是它的文字 因為在這北面 這個地方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文化對積區 就是這個地方 而且從三星堆文化到十二層來都有 所以我很懷疑它的更北面的一個城牆 是在修河堤的這個北面 在老的地圖上還能看見一個懷角 這麼過去的從這裡過來 這裡可能是一道內塵牆 或者是一道其他的什麼設施 建築 三星堆城內的建築都是木古泥牆的 然後凡是大型建築 前面都有大柱子 一般的建築就是挖一個溝槽裡面 密密麻麻地排的一個小柱子 然後用那個竹子啊這些把它編起來 再抹上泥 上面搭梁架 但是大型建築 它都前面有大柱子 挖一個柱坑吧 柱子來進去 上面打點架 而且我們發現 在這個位置 越南彎這個位置 觸服了好多瓦 好幾種瓦 就是好多 這時候瓦可能只蓋在一個重要的 像無極啊無延啊這些地方 但是它有弧形的瓦 有那個曲形的瓦 都有 這可是最早的瓦之一 現在我看的這個瓦 我們以前說秦磚漢� 後來說在東周就有瓦 後來說西周就有瓦 這個肯定是不歪上代造型 人們能找到二雷頭時期 現在不敢肯定 但是這個瓦 大概相當於二雷崗這個時期 至少是這個時期 與我們建造的神不時髦的 那些瓦 可能都有一些冠冕 最重要的建築 這座建築是個比較 是很多建築最上層的建築 這個建築經常會火燒 是最後一次建的建築 這個建築 這是發掘的情況 這是台子上 我們看到這個巨尺形的 一根一根的方物 隔一兩米就是短距離擺在這個方物 方物被燒毀了以後 那些上面的紅燒土 一塊兒就掉進去 就形成那麼一個一個的東西 所以看到 開始還覺得像漢代建築 漢代建築 不是很多地住嗎? 地川嗎? 你看 結果 這麼早 大概是三星堆 我們畫的晚期的建築 最上層 後面一打轉看 一打看一眼 下面好幾層都還有建築 我們就知道這個高檯 是歷代 都是三星堆人 最重要的一個中心 這個建築可以有六十多米長 下面還壓了一座 比它稍低一點 它的東面還有一座 東西下面 實際上是 西北東南下 朝向東南 跟河流的走向是一樣的 墓地 現在三星堆的墓地 三星堆人的墓地 三星堆文化的墓地 還沒有發現 發現的是比較早的 相當於新時期的階段 那個墓地 新時期最晚的地點 但也不曉 人勝村墓地 修磚瓦場的時候發現 在牆上掛著一個一個的崗 兩三米深 兩米多深 兩三米深 有木骨 裡面還尋找象牙 尋找義氣 這也是很不簡單的 那麼三星堆的墓地在哪 現在很清楚 這是當時破障的發作題 裡面黑乎乎的一層 這一層實際上就是那個木骨 一層實際上就是黑乎乎的 這個顏色 我看到 當時我去看 這個地上啊 就相當於木骨這個高度 有一條清洗的線 底下就是黑乎乎的 就是它那個四川的酸性土壤 就是它形成的這種 跟北方的這個圖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現在三星堆最著名的是兩大七五坑 後來這麼多好東西都在這個坑裡面 考古書講拼命的想多找點坑 看了半天是找不到 但是有幾個小坑 一共現在有五個坑 那幾個小坑都是作坊啊 或什麼裡面那些半成品 那些塊的庫房在建一些坑 包括很早以前 就是華西大學葛威漢他們發現的這個坑 坑裡出土的主要是玉器 還有五箭 鑲嵌五箭 紅牌子 這是這些坑的一個基本情況 那麼最著名的兩個坑就位於三星堆 三個堆子 這個堆子現在就剩這麼半額了 原先那個堆子跟古城的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有人說它是不是城牆的殘斷 但現在不敢肯定 因為清代的地方治理 就說是三星半滅堆 就是三個堆子 所以堆一定不能改化它坑 成城牆 這個坑的就是它的形狀 就是長方形的 它的方向好像是朝這一點 因為在坑口中挖這一個鉤 這個鉤好像是象徵這一個院子 這麼一個形態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的方向就跟河流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三星堆的主要的這個建築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懷疑它的主要的出爐城的口 是在這樣的一些口 這樣很好理解 因為城中間有條河 要跨河出去總是不太方便 那麼七五坑的情況 就是它是現在看來還是有異等 無數外籍人把它滅了 然後把它埋起 這麼多好東西它要搶走了 埋的時候是仔細地做了一些儀式 坑口周圍地做了修整 坑口周圍開了象徵的建築群的溝槽 然後先丟什麼後丟什麼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壞的 可能是當時的神藥裡面的這些東西 這是當時的發覺出口的一些情況 這是出土的一些文物 好 基本情況就介紹到這裡 下面我就把三星堆嚴峻的主要的成果 讓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演講 第一個 三星堆遺址的興衰歷程 三星堆這個遺址經濟了很長的發展過程 跨越了三個文化 新時期時代的寡敦聰文化 三星堆文化 在其間有過度文化不算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十二條文化 我們把它分成三大器 就相當於三個文化 三星堆這個時期是它最主要的時期 陳就是修御這個時期 所以由於它很長 它的器物發展到比較大的變化 你跟人家中間再畫一漆 所以說 有得把三星堆分成四漆 在三星堆一漆的時候 三星堆這個巨路就是成都平原最大的鼓 有沒有城牆 不敢肯定 但是它的規模比任何一個古城都還要大 裡面的建築 我看了好多寶敦村的那些遺跡 沒有比它好 那些建築都規模很大 而且這個三星堆修成的時候 我在城牆他們發掘的時候我就看過 那城牆挖了一個大的炭鉤 城牆底下是很平整的地面 地面上就是那種溝槽 溝槽上面涂了一層黑色的 就是又放火燒掉的那些灘灰 所以它是在建築的一個廢墟上 重新建築 晚一晚那天都去掉 重新建築 所以在清關山的那個大土台北面 他們有一條字稱之為城牆 我還不是太戰略之城牆 他們在挖它這個所謂的城牆的時候 一挖到下面就看見新石世代的房子 這些房子都是有帶住棟的 帶前廊帶住棟的 都是大房子 而且這個房子延伸到這個城牆外面 那墾的縫頭外面還是藏 新石世代代就延續到它的外面 所以我所說的 原先聚落 會把它稍微 或者怎麼弄 把它毀滅掉 重新修建城牆攻死 那麼這是一個大的變化 所以三星堆古城的興起 三星堆原先聚落的毀滅 應該是個大變化 三星堆二期是三星堆移植的主體 這個時期三星堆修建了城牆 而且不斷地把它完善 三星堆大型的建築的營建 大量的玉石器和青銅器的鑄造 青銅器實現成了晚期鑄造 早期沒什麼鑄造 三星堆大型的建築 三星堆青銅發達的 另外兩個建築坑 屬於這個時期的晚端 這個時候是三星堆的繁榮時期 是四川青銅時代的開始 就是這個時期 到了三星堆三期的時候 原先的宮殿、神廟、城牆都會建築 很多人都沒有住在城內 有一些人可能牽走了 一些普通的人跑到那個宮殿去 去出去 所以就倒出亂丟垃圾 很快把宮殿後面有一個十米寬的一個溝 後面又是一個土梁子 一個夯古台 他們叫做城牆的夯古台 給填滿了 所以說這又是一個大的變化 所以說從都城變成一個普通聚落 一二期是從一個聚落變成一個城市 二三期是從一個城市變成一個聚落 又是一個大的變化 而三星堆那個棄入坑要排去 他正好在這個大變化的焦距處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祭祀 他一定是個特殊大變化的一個產 祭祀是要有規律性的 為了某一目的經常舉行這樣的活動 最大的祭祀不過是祭祀穗星這些 七十年一次了 七十六年一次了 要麼十二年一次 要麼一年一次 他總不能說 就做這麼一兩次就完了 所以這一定是個大變化 才留下這麼兩個坑 第二 三星堆古城的空間格局 三星堆這個城跟一般的城不一樣 它北面是一條大河 它緊靠著這個河西 中間還有一條稍微小一點的河 把這個城分為南北兩部分 然後還有一道城牆 又從南到北把城 分為東西又分為兩部分 這一種做法 不光建於三星堆 還建於金沙 金沙的遺址實際上 它只是個祭祀區 它北面就是馬 就是摩基河 所有的祭祀 你看那個祭城 都是南面高 是北面低 這北面是河 就在河邊上進行 三星堆也是這樣 在一往後 成都時代也是這樣 成都中間是有一條皮疆 南面有一條大江 所以漢代的人說 成都是兩江二七千 九橋代七流 或者說是不同的廢 不同的說法 或者兩江二七四 七橋代七流 都是這條說法 它這個城市規劃 和中原是一樣的 這種規劃 它有它的用度 北面是作為世俗的行政局 南面是作為宗教區 是祭祀區 至於它的北面 它還要把它分隔為東西兩個區 那也很理解 統治階級 和一般的人 它要分隔的 統治階級 它住在那個小城裏 有宮殿的那個小城裏 什麼工匠那些 蒼包包小城 四川朝國所說 可能是手工業的一個城 那麼 可能就住在這個面 那麼 這種城 實際上 它代表了一種規劃模式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 是法相上天的規劃模式 北面是世俗的 南面是宗教的 中間用核把它連起來 我們如果回顧歷史文獻 哪一個都城像 咸陽 秦國的都城咸陽 文獻裡面說 它像 成都像咸陽 實際上是咸陽像 因為成都比它長 秦國滅屬於通 把這個都城規劃 就提到了咸陽 所以咸陽的規劃 秦始皇在的時候 他要擴展 都城 他對商鷹建的那個 按照州的烤龍基建的那個 都城不滿意的 商鷹是按照魯國和魏國 當時最大的最後國 魯國當然是 周公的後裔 來放 就是大族義翠 向武 以發魯魏 那麼秦始皇不滿意 秦始皇他就 一邊把六朝的那些 六國的那些宮殿 修到他的那個北邊都城的那個東面 修到好心 因為那化過魏河在南面 進行雲造 所以 所以 像 山虎王谷啊 這些文獻都記載 秦國的咸陽 是衛水灌都 衛河 衛河 衛灌咸陽 衛水灌都 那就是東西 為何是東西向呢 那都城呢 用一條長橋把南北連起來 做吉廟 以向天行 所有的都是和天相關的 這樣都城的規劃 實際上是一種神都規劃的意思 秦始皇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當王都不太樂意 要當皇帝 所以 在漢長安城 也還有這個 現在我們看見的漢長安城 只是長安的一個內城 如果保外 外國加上 他中間也有位法 也很慣 這種都城最後的影響 據我的分析 是隋唐的洛陽城 洛陽城跟長安城是不一樣的 長安是城市岸 州的好工具 中國傳統的規劃 就是上昇著大地九州 這麼一種博士來建設的 而洛陽城 它中間是洛河橫外 都城修的西北角 它的工城修的西北角 然後有一條長橋 橫跨洛河 這個橋叫什麼橋 天津橋 天河 天河之經 天津橋 洛陽又叫做神都 它是有這個意思的 它是中國古代有很多 中國古代的都城規劃 不只一種 其中至少有兩種是有規劃性 還有一種是自由的 沒有規劃性 就是有規劃性的 最高的規劃性 就是神都規劃 所以統治界都願意 後來庞代的皇帝都願意住到洛陽 就是它跟它 一看它的工程 就跟它長端不一天一樣了 這個都城規劃從哪來 從山津堆到金沙到成都到咸陽 以後它不是中國的祖宗規劃 你想一下 畢竟不方便了 一個河在中間 古人的造橋技術又有點差 洛陽那個天津橋經常被沖掉 很多方便 所以後來這不是祖宗規劃 第三 三星堆人來自何 實際上三星堆人主要是來自於 本地 新時期時代 包括東村文化的族群 這個族群又到底從哪來的呢 主要是來自於黃河上的族群 然後通過明江到達川西地區 這個族群 是更早過的 但是它不只這個人群 它裏面還有其他人群 所以說我們看它的食品構成 它有持小米爛 但是也有持水稻 而且水稻的比例在增加 另外它的鑄成的做法 還有黃河的做法有好些也是難免的東西 還有三星堆的那些鑄銅的工藝 那些它可能是從 二路頭 二路港那邊過來的 所以它的器物和這邊都有很多的相似性 另外呢 它有些宗教崇拜的東西 我懷疑它是從中原 包括陝西地區 通過甘肅的天水 那邊下面 這是第二波的南下 還有一波呢 從長江中游過去 過去我們都注意到了 從明江上游的那個人 從長江中游過去的人 因為有玉器嘛 有像梁祖的那些蔥嘛 那些 所以但是沒有注意到 它東北方從甘肅天水對 所以天水就以前就發現過 那種二路頭那個類似的那種器物 而且發現過 我們除了三星堆和二路頭 發現那個鑲嵌玉松石的牌子 天水那是發現的 另外它有些宗教觀念 像那個眼睛 那些觀念 那個 在陝西也有啊 陽光在 你看那個陶醉拳杖 那個人的眼睛大大的 而且 這是從牌子的發動 然後 眼邊二路頭到三星堆 另外它可能有一些東西 還和時髦還相似 時髦的玉器主要是玉章 玉龜 這種工具的 三星堆恰巧是這個 為主題 以前有學者指出 三星堆的玉 有一些像是其家的 其家 就和時髦 是個很密切的一個 關係的一個融化 所以 有一些東西 可能是從那邊過來的 包括 在那個 時髦那個牆上 氣著的半米多長的眼睛 隔一段距離 就有個內臣裡面氣著 可能都有一定的關係 都值得關注 第四 三星堆 人們的原始 宗教崇拜 三星堆 由於我們挖到了它的器物坑 這麼重要的有一些 這麼重要的銅器 玉器 還有黃金器 另外它有一些銅器組合像 有很多人像 動物像 還有植物的像 所以我們就知道很多 光看盆盆盆盆盆盆 我們看不出來的東西 首先我們知道它的崇拜中心是什麼 它的崇拜中心就是 三星堆那個 突目兼耳的銅面像 最大 就是這三個 這三個像 一個大 另外兩個 是一樣大 如果擺 最合理的一種辦法 就這樣擺 大的擺在中間 另外兩個擺在兩邊 三星堆在考古報告發表的時候 他把比例給你弄得不一樣 把三個都放在一樣大 隔了一夜 一下就看不出它的大小關係 你把它看得到比例 重新放一下 就放成這個樣子 那麼它的 這只是一個臉 當時銅還很珍貴 住這麼一個臉面 它整個身體是木頭的 它頭上還有它的魚關 下面還有身體 它的身體是什麼樣的呢 這裡面 三星堆裡面就有內症 是你咬的身體 而且有一個樹枝上 恰巧就是三個 人熟了神的神 正好和它相對 所以復原以後 是這樣的一套 所以我們知道三星堆 它很早就形成了一種三神崇拜 這個神是人變養身 這麼一種形象 這個人變養身的象神 最主要的可能還是像太陽是大神 另外兩個可能是祖宗神 或者是什麼 但這只是推測 但是它是一個三神的組合 實際上這種組合在一堆裡面 還有好多文物可以反應 還有一些文物可以反應 好比說 這個被稱之為獸面具的 實際上就是山主 我懷疑它就是擱到那個神堂的三面 每面三個定的上面 那個身體是化的 化出來的 就是個同一個 就是定的上面 那麼這種三神的崇拜 這是我們現在看見的最早的三神崇拜 我們是知道以後的神都選出三個 禮賓治水在都江堰也立了三個神人 後來這三個石頭人被沖毀了 三個神人被沖毀了 又立了三個神人 後人不斷的立 把禮賓也當作三人立起來 沒有了 現在我們在都江堰發現了七個神 陶河的時候都不同時代的 其中有一個課的有文字 知道它是禮賓 頭都不在 所以完整在那裡 另外一個 我們知道它是大禮 因為大禮它有標準性 像三個家門 無數拿個那個同事 穿一個縮衣 腦袋沒有了 但是一眼就可以認出來 它是大禮 大禮賜水 禮賜水 還有一個三神是神 還有一個是神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還有一個是別靈 就是替杜魚治水的那個 但是它沒有 我們不知道它的標準形象是什麼 不好判斷 而且禮賓還沒有加入神像之前 那整個神能是什麼 我們現在也還不敢肯定 所以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研究 但是它也是一個三個神仙 到了道教 四川是道教的重要早期期的地區 那麼道教最早就是三個神 天官 地官 水官 三官 我們以後還喜歡 一夫二菩薩 兩個在邊上 跟這個都差不多 傳統 那麼這些神 它的祖神 我們說它是太陽樹 因為三星堆最大的兩個文物 就是兩棵太陽樹 這個太陽樹是折斷了 一些相當的複雜 上面掛滿了很多東西 都散了不清楚 有很多東西 都知道往哪兒割 知道它可能是樹上的 沒不敢去亂掛 另外還有一些樹枝斷了 另外還有一些樹枝斷了 所以發掘報告 就說 哎呀 這些樹多得很 有六棵樹 實際上哪有六棵樹 就兩棵 這座子就兩個 那麼這兩棵樹 有一棵大一棵形 有一棵可能是請別人做的 有一棵是自己來仿造的 仿造的那棵就差一點 但是它仿造也不是兩棵樹 不一樣的 一棵的樹枝 就像柳樹一樣垂著的 一棵的樹枝是往上翹的 有點像桑鼠 很可能啊 這個樹一棵就是浮山東方的 一棵是若木 因為上面各有一個鳥 而鳥恰巧往往都是太陽的一個象徵 我就做了這麼一個圖 這個是浮山 像桑鼠 這個像犀利弗 若木 若木的一個名字 另外一個名字叫犀利弗 是像領鼠 當時的宗教觀念 不管是昏天說還是太天說 地像一個箱子一樣浮在水上 天是一個半球形和中間一個球形 東海上有一棵桑樹 太陽鳥十個太陽 有九個是掀在九個之上 一個太陽 一個鳥在這裡吃斑 這麼飛來飛去 飛到這個若木上 又行著 洗個澡 然後又回到 通過黃泉 回到東面 大概就是這麼一個宇宙觀念 那這個宇宙觀念 我們最早見到的是 哪兒文獻裡面是 淮籃子 是 戰過情漢子 就是這個時候人們的思想 但是現在如果這個是 扶桑若木 十字傳說 我們就知道 桑黛晚期 就有這個傳說 第三 三星堆人的眼睛傳大 在三星堆的陶器上 眼睛是最常見的刻畫 在三星堆七五六 可能從神想 都是把瞳孔給柱出來 這個柱子一般 一般的人眼睛也都要很大 我以前比較瘦 眼睛比較大 好像就糊塗糊粗 有的人說 你們四川人就像三星堆人 我說我才不是四川人 我說我往前四川 迎親的時候 才明末清書才進居呢 就是 那個不能 它是藝術的誇張 不能說跟現在的人去對照 但是 三星堆偷出眼睛 甚至衣食上 都畫出眼睛 眼睛一大堆 牆上是一個一個的 靈形的眼睛 用釘在上面 還有好趣的眼睛 不知道是幹什麼的 就一螺螺眼珠子 現在還擺在那兒 螺螺裡面 擺了幾個擺到那個 展櫃裡面 所以 都畫出都是一樣的 這是各種各樣的眼睛 那個神面相像 神面上也各樣的眼睛 那樣的眼睛的意義 可能表現一點 比較方便 第一個呢 是表現 這個神 可能有控制自然的巨大力量 因為傳說中 有一個神叫竹龍 他叫一個鬼王 一個鼠子 還有一個神叫竹鷹 都是這樣 他眼睛睜開 天就亮 眼睛閉上 天就黑 打噴氣就吹風 牛皮地就下雨 那這就是控制自然的神叫 那麼 我想 他可能是不是有這種眼睛 這是一個眼睛 第二個呢 這些巫師 他也做出了大眼睛 人長不了這麼大的眼睛 他就 也要表現的是個大眼睛 身上要穿衣服上 也要有眼睛 帽子上也要長兩個大眼睛 而且也穿著腳的服裝 因為神就像個女 神的眼睛也非同凡想 所以說 為了使神高興 為了表現他們這個統治階級 是神的虛筒 他就扮成神的樣子 所以要裝成鳥 好 倒戴上眼睛 第五 三星堆文國統治階級的課 三星堆的同能像 種類很多 所以這個 考古報告把它分為ABCD 好多快行 分 分行是有目的的 最重要的你要看他的頭髮 就兩種 一種是帶便 一種是帶便 對 法式是民族俗性 是族群俗性的一個重要標誌 有一種人就像清代人 脫過諸葵巴一樣的便 有一種人是頭髮要砸到頭上的 帶髮機 後面有兩個孔 但是原來是別的髮機的髮機壞了 就是兩個人 所以我想統治階級就是兩個族群 一個是拖遍子的 一個是代髮機的 看起來 這是拖遍子 這是代髮機的 並且統治階級 這兩個族群 兩個族群可能各有兩個代表人 這代表人物他們臉上就用黃金給他 裝了一個面 黃金鐵面 我們說那種古代人 好像不喜歡黃金 喜歡黃金 只是黃金太難得了 也捨不得 就給他們統治這些代表 提個面 而已 他們的那個金杖 上面也是兩個人 兩者 咬 是有一句 這個像 是半人半神 耳朵是尖的 像神 底下有垂的耳環 神不帶耳 神像下面有嗎 神像下面都有嗎 因為它這個是半神半人的 神像 的一個形象 這是金杖 那麼在 這兩個族群裡面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凡是 它的全神像半神像 或者是一群像 表現的 有人在做宗教儀式活動的 沒有一個是戴電子 全部都是戴法基的 所以我們懷疑啊 這個戴法基的人 是掌握知識的 掌握天文 立法 祭祀 這些知識 是他們裡面的神權貴族 他們隨他 他們可以很驕傲 這些戴電子的士術貴族 只有看了 他們來做這些活動 因為他們不會 當然 三星堆的器物啊 太豐富了 但是呢 它又被損壞 很多都被砸過燒過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最重要的工作是 你復原都沒有拼對 頭片都沒有拼對 你在那裡發表了很多隱身的東西 好多東西也肯定就錯了 所以說我也一直在這裡做復原工作 做了這麼多長時間 做了幾件復原 復原了兩個帳 復原了三個神像 然後復原了一個神壇 還沒有還都不能說到完全復原 好比這個銅神壇 一米多高 最複雜 該怎麼復原 連先說上面有個房子 可能毀壞了 實際上這個東西太瘦高了 所以說在混亂之中 著火的時候 被推倒在地上 因為上面的房梁啊什麼壓壞 凡是有空氣的地方都燒壞 只有全地面的那一面被被燒壞 所以這個方形的東西 還好是方形的東西 可以要靠地面這一面再復原 復原下來就是這麼一個形象 兩邊各有一個牽手人 牽著兩個帶翅膀的手 一個腦袋朝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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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拖著一個平臺 平臺上有四個帶靶機的 裝扮成腳的人 然後手裡每個人拿了一個樹枝 有點像若木的那個樹枝 拿在手上 然後頭上頂了一個樽 方樽 樽上面有個蓋子 蓋子上面有個鈕 是個小人 跪著那個小人 腿上還有一個眼睛 這是個什麼東西呢 它底下還墜了一個鈴鐺 這個我也給它復原進去了 過去實際上這些東西都在 這個就是逆向思維 都在但是沒把它擠起來 為什麼呢 沒想到它是個樽 三星堆裡那麼多個樽 還有人的腦袋上頂著個樽 是頂著這個圓樽 一個人的樽 這是大方樽 四個人樽 實際上把這個方樽的樽口 它們當作房蓋的樽口 倒過來一下就插上了 那麼這個 做了這麼一個樓空的 它是一個香薰 香爐 這上面都是樓空的香氣 可以從那個樓空的裡面 它大概是會草以內 裝在這個 中間這個爐子裡 然後通過這個香氣 從這裡透出來 擺在可能是神像 和人之間的那個位置 舊本一個就夠了 然後再擺點機器 那些樽和擺 擺在周 像這樣的一個器物 要復原 我們做了好多個方案 有不同的專家做不同的方案 我們有一次在三星堆開會 靠了一個小會 專門討論復原 修復師 考古學家 發掘者 一起來討論 就是 我們這個復原 還是有充分的依序 那麼至於它裡面 所蘊含的意義 為什麼有帶 好比說 壽是不是戴翅膀的 戴翅膀的壽是中國的傳統 還是外來的傳統 這些都值得討論 最後 還有幾個推論 第一個推論 三星堆的負面 是怎麼負面的呢 我的猜想是這樣的 但是 在三星堆古代國家的晚期 該國上層社會 執掌權力的兩個族群 出現了權力分配的 失衡現象 掌管宗教祭司的 以祭司法為特徵的少數族群 開始強化他們的權力 以神的名義 將三星堆社會的絕大多數財富 都集中了他們掌管的神廟裡 用這些財富製作了 巨大的青銅神像 和服製於神的青銅人和動物形象 以及祭司神像的青銅和御師的器具 受到基法族群排擠的人數佔優勢的變化族群 這個族群很可能從新世紀時代以來 就是個族體族群 因為被統治階級也是這個族群的人 被統治階級也是帶變質的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被捆起來的石頭人 他也拖著一條變質 但是跟統治階級還是有區別的 但是跟統治階級還是有區別的 被統治階級 除了老後頭拖一條變質以外 頭頂上還堵著一本書 就是書了一個分頭 從中間分的表面中分 後面拖了個小變質 統治階級沒有那個分頭 頭上戴官戴帽子 頭髮都梳起來 但是他們都有變質 所以我說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 是一個大族群 他們是族體族群 族體族群受到了排擠 當然不高興 所以世俗貴族 他們就和其他的一些族群緩結起來 可能最後推翻了 或者是消滅了這麼一個變法的族群 消滅了這個激發的族群 在這個內部的衝突中 神廟城市都受到了破壞 所以他們最後勝利了以後 他們就把都城牽著了青沙 留了一部分人聽到這裡 主要的人牽著了青沙 所以在金沙裏面 除了一個小的銅人 這個銅人頭上戴著一個光環的帽子 手裏面也像三星堆的大銅人一樣 取在胸前 拿著不知道那個什麼東西 但是腰裏面還查了一個權杖 所以說這可是賣鞭子的人 他把神權集中到自己手裏面 所以這裡可以做一個旁證 推論二 三星堆這個王國 他會給我們一些假象 由於我們就發現了這兩個器物坑 所有的好東西都被我們發現了 我們就會認為三星堆是個很發達的國家 青銅文化很發達 國家也很富裕 才不是很落後的國家 三星堆的青銅鑄造技術是落後的 他有 是不是他自己鑄造的都很難說 我們看他有些鑄造的工藝 好像是從外面運過來的 他自己來把它清集在一起 凡是他鑄結那個工藝 拼的工藝 就醜陋不堪 而且他有些東西弄好了不合用 不合用 重新鑄造就是了 他不鑄 他要用刀來割 立刻是很廢 就是青銅很硬 好多銅鑄上面 原來像住了一個小孔 想把他掛在那個繩的臉上 可能孔太小了掛不住 他後來就沾了一個大方孔 上面好多都看見有那個 沾的那個硬子 所以他的技術是比較落後的 青銅鑄是不是他自己鑄造的 很難說 三星堆裡面沒發現多少青銅鑄 都在這兩個坑裡面 除了幾個牌子 城裡面沒有其他青銅鑄 城外面也沒有 整個三星堆的那個文化分布區也沒有 所以他的青銅鑄不發抖 另外怎麼說他不發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從統計 得來的數據 在三星堆之前 那麼他的那些村落 是遍佈成都平原 遍佈整個四川盆地 結果三星堆崛起以後 這些村落全部見了 成了一片荒野 到了三星堆的末期 才有一點點恢復 三星堆的周圍 我們當時一直想找三星堆的遺址 尤其在成都啊 這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區 成都又得修大城市 所有的大城市要修房子 成都又得大新土木 所有的大新建築都要做考古 那麼做那麼多考古工作 發現一個又一個的寶敦文化的遺址 發出一個又一個的十二橋文化的遺址 就是發現不了三星堆的遺址 這些人都沒有 這些人都沒有 東西都被搶走了 沒有生活的資源 很多村 很多人就遷走了 有些人就消滅了 所以整個四川盆地 包括雲貴高原 靠四川的這一邊都是這樣 三星堆這個城又毀變 這些聚落就像雨後村子一樣 全都出來了 到了十二橋時期 青銅器也多了 聚落數量也多了 超過了寶敏的時候就有數了 成都平原是這樣 四川盆地是這樣 雲貴高原靠四川的這一邊都是這樣 我們在烏江流域做了調查 在烏江流域 在赤水河流域都做了調查 全是這樣 就發現兩個時期的遺址 一個是寶敦這個時期的 一個是金沙這個時期的 就是發現不了三星堆 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三星堆是一個落後的問題 第三個推論就是說 它說毀變 新的國家的堆協 放鬆到貫通 可能採用了新的方式 技術也提高了 所以這個時候出現了 同期一下就躲起來 巨多一下就躲起來 四川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這個時期就是整個西蘭的文化 在寶敦的時候是一個高峰 到三星堆的時候是進入了一個低谷 到了十二橋金沙的時候 又到了一個高峰 當然社會再發展 後來又進入了一個低谷時期 可能是戰爭洪水或者其他什麼原因 到了最後的晚期巴蜀時代 是最恢恆的時候 紅器技術藝術都是最高的時候 那個巴蜀的同兵器 它表面的那個防袖處理的那些工藝 都是很精湛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誤讀三星堆 三星堆會給我們太多的錯覺 尤其是四川的人很驕傲 三星堆高得不對 哪有那麼高 沒那麼高 那麼三星堆給我們留下的信息很多 很多人就會亂猜想 我看到一個漫畫是這個漫畫 就是一個民間的學者 做了三星堆大猜想,做了夏森州的大猜想 实际上这颗东西用不着猜想,东西都在那儿 你看了以后自然会得出结论 三星堆二里头晚期才出现,怎么可能三星堆跑到中原去建立夏王朝 这个时间就不对了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我们考古学家要研究 研究了还要做出一个合理的诠释 我们现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好多解释 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观念 做了这么二三十年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些要更改了 博物馆也要与时俱进 你想博物馆的展览,我看了不明白有些地方 你把两棵铜树一棵扣到那边,一棵扣到很远的地方,看不出它的关系 另外你把三个铜人一个踢,一个大铜像 三个铜大铜像一个踢搁一个 那三个是一组,你怎么把它扯开呢? 很多东西就是根据考古的研究 重新进行博物馆的内容设计和产品设计 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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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 好,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然后也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有没有问题关于三星队想多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一到两个问题 然后之后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影响中心的主任 站长彭招授,然后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好,观众有问题吗? 谢谢大家 好,这位朋友提问他说 三星队里的玉器的数量的情况 青铜器的比例 现在青铜器是不多的 但是三星队的青铜器体量大 你想那个四五米,四米多高的铜树 两米多高的铜仁 会给你很强力的震撼 只要你又会忽略你本了很多玉器 三星队的玉器是最多的一个文化 比例最高的 而且做得很大 但是做得有点粗 所以台湾,台南意识大学的黄炊梅教授说 三星队和金沙的用玉是狂野的 用了一个狂野 而是,就是说它用的既多又大 大量的使用玉器 我们在三星队各地都会发现它的玉器 甚至挖城墙的水 产检丢在那 它大量的使用 质量不是太高 而且呢,有的时候 制作也就是特别的精细 好,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好,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首先感谢老师的讲座 我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 三星队有一些文字或者符号 然后,四川南方的一个民族 遗族,他们叫罗素 他们看到这个文字 他们就说 小青堆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文字 你怎么看待这个文字 谢谢 三星队包括更稳的十二乔文化八属文化 我们都没有发现是可以肯定的文字系统 因为文字啊,它必然是一种记录别的符号 那么它自己要得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排列 我们在三星队里面发现了少量的符号头的玉器上 发现了少量的符号 跟后面的八属文,八属的符号好像有点接近 好像就很少了 实际上就跟我们的 原始祭祀的陶旗上的符号 和我们的一二三四 加以秉丁有点相似一样 原始祭祀的符号 和祭祿语言的符号 是两个极其 它不是一回事情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这样说 八属这个时候 有没有成熟的文字符号 我们还不能看 有一套八属符号 或者叫八属符语 它住在兵器上 这些 但是这个符号只有两百多个 而且特别的单调 只有这种固定的组合 所以我们怀疑它还是不能够完整的表达 它可能还是一种原始祭祀的符号 最近有一本书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位先生寫的 就是八属符号集成 这是现在收入八属符号最全的一本书 他让我给他写了一个前沿 我写了一个比较成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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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把它和泥族的符号进行比较 这个属于一种不同空间的 不同文化体系的一种比较 这是比较危险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在西南 当然我们包括和普米族的符号 和水书的符号 以及和那些族的那些符号 进行比对的时候 可能越远 文化系统越不一样 越容易出现奇异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注意的 这就是我在这个序里面说 第一个是我们在有一些和汉字共存的 我在评论这个书的不足之处的时候 我就说他把汉代的这些东西 不是把它单独开来 都拿到八属符号体系 实际上在汉代的时候 八属符还在使用 有的时候都汉字在一起使用 这个时候恰巧是我们认识 八属符号的一个桥梁 它可能相当于汉字中间的 一个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同印 八属符印章 它和汉字的印章在共存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另外在商业节传观上 我们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符号串 就是它的家具 家具上有很多孙眼 每个孙眼都用个符号 害怕斗错了 这个符号我不认识 它既不像一二三四五 又不像甲一符丁 一定是四川 它自己有一套符号体系 但是这个符号体系 我提醒他们要重视这个符号体系 就可能是我们认识 如果是我们认识它的 顺序之方位置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另外还有些图画 就是在三峡的 有一个长江边上 有一个崖壁上 那套符号很像是巴蜀符号 那种体系的一个图画 一个磨牙很大的 重新磨管斩出 切割下一个 那么这些 它不它 这样夸张的 刻在长江的一个崖壁上 一定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那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恰巧和符号里面 最常见的 是一字的 所以这个材料 可以建议它的作者 今后要引起重视 总之 现在我们还不敢肯定 巴蜀 俗号 是文字 而很可能是一种 所以我们还是济世的 记录一种片段 和强调一种意义 好比说 军事 一个宗教 崇拜的一个意义 那么更早的三峡堆 就了两个 像巴蜀符号 中间的两个 克服 我们更不敢肯定 它是文字了 谢谢 谢谢 然后在 请我们的那个 张教授之前 然后劝我们 做一个小的广告 就是那个 在图书馆 现在有一个展览 就是 那个展览 是那个 像山沙海 是那个 我们今年有同学 几位同学 去了那个 四川 然后那个 一个月的实习 还有那个同学 去了广东 然后那个 南海一号 做实习 在图书馆里面 现在有一个 非常精彩的展览 然后希望各位 有时间可以去采观一下 所以我请那个 张教授做一个 最后的一个总结 谢谢